资本的秘密 投资人赚的是什么钱 很多人不明白 投资人赚的是什么钱 都以为是赚利润的分红 如果你这么想 那就错了 京东赔了8年才开始盈利 滴滴6年亏了500亿 美团亏了1155亿 虽然亏钱 但滴滴创始人成为的身价 却是180亿 京东刘强东身价1600亿 投资人更是赚的盆满钵满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留在商业经按例随时听 今天我们就把资本运作的谜底揭开 让你知道投资人赚的是什么钱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 在投资行业中 风险投资 投资你的目的是想把你的估值拉高 最后赚股权溢价和市盈率的钱 如果能在二级市场套现 那是最好 如果等不到就在一级市场退出 没有一个投资人是为了赚你的分红钱 我们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有个项目 天使投资人投了你500万 你出涨了10%的股权 那你公司的市值就是5000万 这个时候投资人并没有收益 但如果下一轮A轮有其他的投资人 投了你5000万 你出涨了20%的股权 那你公司的市值就是2.5亿 这个时候天使投资人的10%的股权 就溢价到了2500万 整整翻了5倍 等到B轮你又拿到了5个亿的投资 你又出涨了20%的股权 此时你公司的市值就变成了25个亿 天使投资人股权就溢价到了2.5个亿 翻了50倍 C轮D轮以子未推 如果你的公司成功上市 在二级市场退出 那赚的钱就更多了 如果没有上市 就在一级市场退出套现 今日资本徐星 投资京东1000万美元 最后今日资本赚了24亿美元 日本软银孙正义 当年投资阿里2000万美元 阿里IPU市值2310亿美元 软银集团股份市值超过了600亿美元 这就是资本的魅力 这次大家明白了吧 投资人赚的是股权地价的钱 而不是你公司的利润分红 我们以后融资 不要再拿产品和利润吸引投资人了 投资人需要的是值钱的项目 简单的说 就是市场空间一定要大 用户群体一定要多 并且具备裂变和布置的能力 再加一个可以落地的商业模式 了解更多赚钱思维 看我其他视频 投资人 投资人 投资人